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看这手 这腿都瘦成皮包骨了 本来岁数就很大了 再加上瘦成这样 老人已经气若油丝 不能动弹 谁看着能不揪心呢 身上一点点肉都没有 脸色苍白 那种感觉 说实在是 真的死心如刀割 那是我的亲奶奶 说话这位就是视频的拍摄者钟女士 她说呀 画面中的老人就是自己的亲奶奶 叶海兰 老太太已经90岁高龄了 住在福建省武亭县 钟女士说了 当时自己是从外地赶回来看望奶奶 没成想 俩月不见 奶奶居然成了这副模样 说皮包骨一个人就躺在那边 也没成可能给她插身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子 就是我跑回去跟家里那时候 我第一次看到这我活哭了 哎呀 都说有钱难买老来寿 可寿成这副模样 能说正常吗 老了 老了 啊 遭了这份罪 这就是一个老了 你看一下我要西部小高龄 头脑非常清醒的 他走来把东西把身上 他完全就是没有 他还会把衣服都遮住了 老年90岁没有病 他没有一点点病 白白要饿死 那不是人住的地方 那老鼠到处跑 然后蜘蛛啊 到处都是 然后又没有水 也没有洗手间 什么都没有 他平时以前是 是来上那个摩托车用的 一个小小的房间 几平方大 一席之地 一个90多岁高龄的老奶奶 在八月十五中秋节 早已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时候 寒露时间都已经到的时候 那么老人家 身下那个棉被都没有铺 总之 狭小的屋子里十分凌乱 好像根本没人打扫 桌子上还摆着剩菜剩菜 吃那个换 但是都是冷的 没有什么那个 上面就很干 反正也半干不干 这样子 反正这样子换 也没说一个汤 好好地换那边没有 看看这杂乱不堪的环境 再看看自己那 骨瘦如柴的奶奶 当孙女那种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原因很简单 就在两个月前 自己的奶奶还是另外一种状态 奶奶是坐在床上 坐起来的 然后我问她一句 她打我一句 而且能清清楚楚地 认得出我是谁 我老公是谁 大概是7月56号这个时候 7月56号 奶奶精神很硬朗的 该怎么说 该怎么做 还能吃 还能做 拿给的香蕉 她自己都可以自己剥的吃 还真是 在这段两个月前拍的视频里 老人精气神十足 最起码说话交流不成问题 可眼下就剩下一口气了 烟烟一息了 眼都没有增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好好的老太太 咋就变成这样了呢 出啥根了呢 问号不老少 可这会儿呢 也没工夫琢磨了 救人要紧呢 赶快送医院吧 医生很快给出了诊断 老太太处于重度营养不良 同时还扮演其他技术 肺炎 肺炎肯定不可能说 到了我们院才在肺炎 因为那天 当天我们就该做了学生 肯定是在 到我们夜之前 就已经 已经有好几天了 老人家肺炎 比如说 跟小孩子肺炎一样 小孩子肺炎也会死亡 你皮膜共同胞 一样很差的情况下 我们抗产素效果也不好 人都受成这样 再加上严重的肺炎 90岁的老奶奶终于没击 一个星期之后 老人就杀手人寰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福建省龙岩市五平县教育路 那么90岁的夜海南老人 就曾经居住在 我后面的这个房间里 那么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大铁门打开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房间呢 宽两米 大概长十米 这个房间里呢 只堆满了杂物 那老人曾经就居住在 这个杂物的下面 然后这个房间呢 我们可以看到 里面没有水源 没有这个窗户 如果把这个大门关上以后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密密的空间 老人家走了 却留给大伙很多疑惑 哎 他怎么就能受成这样呢 家属早干啥去了 之前就没人管吗 这时候 有人站出来了 谁呀 钟女士的母亲 她说呀 九月初 她曾去探望过老太太 而那时候呢 老人的情况 就有点不对劲了 我看见过 她不胃呀 她一碗饭 我早上过去一碗饭 下午过去 还是一碗饭 那边饭了 还是一样的 插一样的饭 那边饭了 我家要不要送一宴去 她就没病 不要送去 她不胃 她说没病 不要送去 哎 这话啥意思 这分明是有所指啊 听这话茬 是有人不给老人喂饭 而且还不送老人去医院 那这个所谓的她是谁呢 哎 不是别人 正是老人的四儿子 也就是钟女士的四叔 钟到红 钟女士说了 奶奶叶海岚平时就是和四叔住在一起 四叔呢 就住在这幢六层小楼的五六楼 而奶奶住的是楼下的小仓房 奶奶之所以成了这样 四叔 钟照红 难辞其咎 她得给我一个交代 给大家一个交代 七月份到九月份短短两个月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老奶奶会变成这样 我所以说我要告她虐待 某些人做得十分高明 我让老奶奶慢慢慢慢的饥饿而死 慢慢慢慢的销售下去 看起来像是自然死亡 这回咱总算知道 钟女士为啥要拍下这段视频了 那是留证据 言外之意呀 四叔钟照红 居心捕色 丧尽天良 故意这么做的 哎呦 那果真如此 那太说不过去了 那可是亲妈呀 更让人气愤的是 这个钟照红还是个有身份的人 据说还是个公务员 某经贸局副科级干部 这个跟身份真的没有关系 我是觉得是人都不应该这么做 在这个社会上还有这样的虐待老人 确实我 我所谓做一个那个 好像盘盘的 我看了看不过去 可怜的老人真是被自己的亲儿子 虐待成这样的吗 在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 老人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如果真像钟女士所说的那样 那么她的四叔 为什么不早不晚 非要在短短的两个月内 如此虐待自己的老娘呢 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 不为人知的隐情 难以想象 一个九旬高龄的老奶奶 临终前居然瘦成这副样子 更让人气愤的是 有人说 他是被活活饿成这样的 而干出这种事的竟然是老人的亲儿子 这可能吗 老太太孙女终于是说了 其实我那天看奶奶的时候 四叔钟照红也在现场呢 可她的表现明显反常 到达了的时候 她就暴跳如雷了 说是我们没有权利送医院嘛 她这样子说 要送也是她送嘛 你中午该喝酒 该卡拉OK继续游玩 没关系四叔 我来弄 好吧 四叔 我小张费管 奶奶我不会让奶奶饿死的 我不会让奶奶饿死 好吧 好好好 老人都这样了 自己不送医院不说 还阻止别人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难道这钟照红真是犯婚 那话又说回来了 老太太就没有其他子女吗 为啥非得守着这个四个儿子遭罪啊 钟女士说呀 自己的爷爷1974年就去世了 奶奶一个人支撑整个家 因为生活实在困难 就把三叔和六叔送人抚养了 只把自己的父亲二叔和四叔留在了身边 几年之后呢 自己的父亲成人了 帮着奶奶把家撑了起来 四叔钟照红呢 后来能有出息 就是奶奶和爸爸供养的 我们家就出了他一个大学生嘛 在我童年记忆里 我觉得他是很和蔼可亲的了 平时他都说 复科级复科级的 是吧 单位上混的都有体面什么的 哎呦 这么一个好叔叔 一个有文化有身份的人 怎么会虐待自己的老母亲呢 这里边肯定有啥说的吧 用钟女士的话说呢 再后来啊 爸爸和叔叔呢 都各自成家了 奶奶呢 当时身体也很硬了 独自居住在祖屋 2009年的时候呢 祖屋拆迁了 四儿子钟照红拿到了拆迁款 于是老人也搬到了四叔 钟照红家 有四儿子照顾 这是大家都默许的事情 差钱的那个 四十八万多啊 那个钱 我婆婆呢 她是有一份的 给我那个老师一份的 两个人就差了四十八万多 然后呢 这个钱 她全部都是我老师拿去了 拿去以后的婆婆就搭上去了 这个老男人 这个老妈给我吃 比如说我滚 那这个房子就我滚 那时候我跟我老妈也合不来 哎呦 想想也是 别说你已经得到钱了 你就是不得照顾老人 不是也应该应问吗 至于把老人虐待致死吗 钟照红真就这么没良心吗 那就是这样子嘛 他们每天都要上班 是吧 都要上班 那就是有饭给他吃嘛 是吧 那平时照顾也很可以就是 中午帮他洗澡嘛 他回来以后就帮他洗 洗到自己全身都是汗 那是很大乐天嘛 哎 咱就说嘛 不至于的嘛 人邻居都说了 这个四儿子啊 对老妈很好 自己工作那么忙 也不忘了给老人留饭吃 还经常给老人洗澡 你当儿子的做到这份上 还有人指责自己不孝顺 都委屈啊 因为我在武林园是有点身份的 至少是一个干部嘛 其实您觉得还挺委屈的是吧 不是非常的非常的委屈 不是挺委屈 他所抨击的是公务员副局长 活活饿死酒醒了 这是一个害人听闻的 一中兆红的话说呀 自己那个侄女所讲的并没有事实依据 而且网上的言论呢 也纯属造谣 为的是吸引眼球 哎 这年头啊 炒作的事情啊 实在太多了 只要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里面的硬伤 我的真实身份就是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的工程师 我工程师倒是真的 没有行政职务 凡是武平人都懂得 我确实是一个大小子 钟兆红说呀 自己不是无所谣 担心对老妈照顾部都为此 还特意请过专人给老妈送饭呢 你什么时候开始送饭呢 七月多吧 七月多 嗯 当时老爷啥样啊 他能吃能睡啊 他会其他坐啊走啊 哦 你送了多长时间啊 嗯 送了九月多吧 反正一个多月左右 最多两个月 后来你不送了 我还不送他 他反正会送啊 在钟兆红看来啊 这么多年了 自己已经把老妈妈照顾的很不错了 哎 那个侄女儿就是无理取闹 搬弄是非 我就已经向媒体讲了 这次不是只叫我怕 叫我进去虐待罪 如果虐待罪不成立 那他就是网络诽谤罪 哎 看这意思啊 钟兆红似乎是有难言的苦衷 可问题是好端端的 侄女儿为啥非得诽谤自己的叔叔呢 他总得有个原因吧 难道这 而这叔侄之间 有啥纠葛 钟兆红说了 你啊 自己和侄女儿的关系一直不错 事情之所以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啊 是因为在自己老母亲护养的问题上啊 出现了分歧 就是在今年三月份我发了一个短信 四月一号开始要送往托劳所去 你注意办钱 我注意办钱 结果他回了一个短信给我 他说 奶奶的赡养问题 是儿女们的事 这位孙女呗 没有这个义务 钟兆红的意思是说呀 自己照顾老娘这么多年了 现在呢 不光身体疲惫 经济上也是吃力了 你们也都是老太太的子孙 条件也都不错 是不是也该搭把手啊 结果呢 让侄女给绝了 那是私人开的一家 这用违反学校的微楼啊 开的 那个环境非常非常恶劣 我想的是奶奶儿孙满堂 要送到那么一个地方 那么孤零零的 就了却她的那个后 她的一生 我觉得我做不到 当侄女的认为 儿孙都在啊 干嘛把老人要送到托老院呢 再说了 那里边条件也不好 不如在家啊 可当叔叔的却觉得 你们话说得很轻巧 在家 那还不是玩我一个人吗 总之吧 双方没谈拢 事情似乎不了了之 可没过多长时间 发生了一件 让钟女士意想不到的事情 为赡养老人的事啊 侄女和叔叔谈懵了 本来啊 侄女寻思这事过去就过去了 还可没多久 一样突如其来的东西 把她造懵了 就是六月份 我我我收到她的传票 收到法院的传票 这很突然一点征兆没有了 比较突然 我以我奶奶的名义告的嘛 算是要分割我们家家产的八分之一嘛 这么说吧 钟女士和自己的母亲都接到了来自法院的速度 搞的了 原来啊 四叔钟赵红 把他们都告了 要他出钱 那 你就声明一下 断绝母子关系 这一句话 引发了我的怒火 原来啊 钟女士的父亲过世的时候啊 留下了一处价值不菲的房产 眼下的户主呢 就是钟女士 按照钟赵红的说法啊 你是不愿意出钱吗 那我也不能便宜你了 赡养是儿女们的事 但是 继承儿子财产 是父母亲的事 现在母亲要主张 继承他儿子的财产 我表示支持 钟赵红说啊 大哥先与母亲死亡 大哥的遗产老母亲自然有份 所以自己替老母亲讨要那份财产 咱也不知道他是怒气啊 还是有别的想法 反正啊 他把真正给告了 可有人说了 这就是无理取闹 2006年 我那个房子 那个时候我老公就是犯了鸟度症嘛 然后那个 我的老公这样讲 老大婆 叫阿珍回来 这个房子要过到 那个 阿珍的名字去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掉 房产过户这块肯定是没有任何违规的地方 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就是说是他父亲的当时就是向外房过户为女儿 过户手续合理合法 再说了 这也是人家自己的事 你跟着瞎操奶门子心呢 而且呢 还是以老太太的名誉起诉的 难道这是老太太的主意 咱都能看出了 这时候老奶奶的精神状态还不错 思维的也很清醒 可能是老太太极力反对吧 这场所谓的官司最终没打成 官司是撤诉了 可用侄女的话说 奶奶从这时候起 就开始遭罪了 很简单吧 七月份 奶奶精神很好 她自己也说奶奶红瓜满面 那为什么到九月份 两个月就变成那种骨瘦卢 言外之意 奶奶之所以瘦成这样 都是这个四叔故意虐待的 撤诉以后 发生的这些事 忽然间就变成皮包骨了 老人家只要现在 你是儿子 你今天去起诉 我老奶奶我还可以 明天我去再撤诉 老子唯一不会不让人被撤诉的 那只有说老奶奶不出声 这个逻辑可挺吓人的 对这个说法 人家钟照红能认可吗 我为什么要在这个短短的两个月去饿死 我已经跟我生活了三十多年 不饿死他 为什么不这个方面反想一下 反思一下 他就是我这两个业 为了霸占他的财产 只有母亲死的我才能霸占得到 这个法律哪里归的呢 这话好像也没错 几十年都养了 还差这两月吗 可有件事还是让人不明白 老太太都瘦成那样了 你早就没带她去医院看看呢 后来吃不吃东西是机能 我吃不下东西 她是生理刷切的现象 就是吃下去 我糖糖硬灌下去 她也消化不了 生理机能的前面刷切 我母亲九十岁 不是九岁 懂得没有 如果重新医院都会好的话 现在就有长生不老了 得 整半天她还理直气壮 那意思不是我诚心不管 是老太太到岁数了 任她自生自灭吧 你最后一句说话点 老爷能吃饭吗 就是不得 我最后一句说话她没有吃 第二天她儿子老 那就是什么东西给她吃 我说你妈妈昨天晚上饭没有吃 老人瘦成那样不送医院 这点是赡养方面的绝对的严重过失 对某人这近乎混账的逻辑 咱也不多说啥了 是吧 可能有人会说的 从老人不能吃东西 到被孙女发现 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 而且老人又不只是这么一个儿子 其他的子孙们 还都跑哪去了 都没看见 都不管 我老母亲在这个110120 还没有脱走的前提下 那是很幸福的 结果被110120脱到医院去的时候 回来摇打就活不成了 那妈就变得不幸福了 咱也不清楚 这六儿子到底想说啥 反正听得有点不是味儿 再听下面这二儿子的 更能把人气死 换句话说 您要是看到老母亲 不行 身体就烧得那样 你是不是冲医院的 那我不会是 我也不会是 因为我不滚 我跟他讲 我一下子我就讲 表达了 我不滚 这个事 他说这人呢 如果连良心都不要了 那还能要脸吗 几个儿子似乎都很默然 默聊 倒是那个孙女 说了一番令人深思的话 我想了 如果是说他们不想好好管奶奶 我是真的很想管 我应该把奶奶 接到是正来好好的过 也许她现在真的 很健健康康地活着 你说现在生活水平都那么好 为什么奶奶还是被养着这样 目前那中女士 已经向当地警方提起了控告 警方正在调查之中 至于究竟为什么 会出现我们看到的状况 其实也不用多说 良知和孝道 被泛滥的自私和贪欲淹没了 我说起不客气的话 今儿这老太太的遭遇 所有的儿孙们都脱离不了甘心 难道不是吗 那么多儿女子孙 但凡美人能多一点点的关怀 老人家至于如此结局吗 有句老话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电视机前的各位做儿女的 千万别老说自己 忘了啥 也不能忘记 爹妈 早晚 你也有老的那一天啊 郑州街头 众人游击随人 他乡起腹 吴孝子惹来众 太可哭了 他被儿子抛弃在异乡 却为何对家中状况 绝口不提 你愿意吗 愿意 吴孝子销声匿迹 老父亲磕死异乡 落叶归根的愿望 将由谁完成 且听王刚讲故事 不同寻常的回乡路